我是新竹縣關西鄉下的小孩 我爸爸是百分之百的店農 所以呢 小時候呢 我們就常常是為吃飯而苦 小孩子記憶中最怕的是什麼 米缸沒有米 為什麼我知道沒有米 因為媽媽呢 去米缸裡面去拿取米的時候 是用鳳梨罐頭 台灣鳳梨罐頭吃完的空罐子 去挖那個米 當米缸沒有米的時候 你想像中聽到什麼聲音 卡卡卡一聲 就是說米缸又沒有米 每一次的這個學生註冊呢 我媽媽都要去跟人家借錢 常常給人家笑容 說家裡沒錢還可以讀什麼書啊 趕快去做工賺錢就好 我們那個正廳後面是百菩薩 觀世音菩薩 所以前面呢 就擺了一個木板桌 我們這幾個人呢 就全部圍在木板桌裡面做功課 媽媽呢 就在隔著我們後面在做針線 縫衣服啊 四十八年了 我們家才有電啊 所以呢 我從民國三十幾年到四十八年了 我們家就點煤油燈了 所以呢 我那個時候 有個目標跟責任 目標就是趕快上我們脫平 責任是什麼 好好的報答我們的父母 讓我父母呢 能夠在人前那個抬起頭來 我當時上船只有六十塊美金 住在船上 我的工作的機艙啊 engine room 四十五度攝氏度 所以我上班呢 我只穿一條短褲 穿一個安全鞋 就是我們工作的時候 萬一東西砸下來 不會砸到我們的腳趾 所以一天當班八小時 我是一班四小時下來 我上來完全吃不下東西 什麼東西最好吃 醬菜配醬瓜 泡飯配醬瓜 辛苦了兩年 因為我們有河海航行人員的執照 薪水就直接從六十塊一跳 就跳了一兩百塊美金 我們船上只留一點點禮物 直接寄回去 直接寄回去的鄉下 大家慢慢的都把錢往回去 點點滴滴湊下來 我永遠俱的我買一個日曆彩色電視機 木盒木箱子的 下面是一個喇叭箱 上面是一個木箱子 這個影像館在中間 還有紅白藍那個日曆 轟動我們這個整個北山里 因為我家是北山里102號 整個北山里都沒有人有彩色電視 然後所有的小孩子都集到我們家來看電視 我爸爸當然是心滿意足 說你看 兒子多爭氣了 我買冰箱又是我們里地一台冰箱 買了一個冰箱 那鬧的笑話可大 我在的時候 總是會想說 家裡現在經濟改善了 買一些肉類啊 什麼東西可以冰啊 水果啊 我一離開呢 我爸爸就把冰箱的插頭拔掉 又沒什麼東西可以冰 浪費一點 所以我家 只要我一離開家 我家的冰箱插頭就被我爸爸拔掉